情人節怎麼過 Hello,Jessica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Cecelia,蔡詩雲 糟了,我忘了 去年情人節 我去了哪裡呢? 我忘了 葉嵐這個角色和我最大的連結是 那份安全感 過去的我對愛情有一點恐懼 分開一些距離 疏離一點 來保護自己 是一種沒有安全感的表現 當然我們不會排斥合作 因為五歲 其實我們也是做一次合作 雖然是不同的媒介 不同的文本 都不會覺得是很大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很自然 本身認識 就好像我本身認識 梁天赤這個演員 更加是一種 演員和演員之間的默契建立 其實會令我們在表演上 在工作上更加順 《燭水漂流》裡面是演一個社工 豪哥和鎮宇哥他們是演露宿者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透過在鎮宇哥和豪哥身上 我看到他們作為一個這麼資深的前輩 他們做一些那麼不同 做露宿者的角色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的狀態是令我很佩服 不會的 我們經常都會回去 現在不是回去嗎 愛情觀我覺得 越來越實在 小時候 憧憬的愛情是很不切實際的 是一種很夢幻 很童話的一種想像 我經常都會說的一種比喻 就是好像兩個人手牽手在一起 去面對這個世界 他們不是抱在一起 他們不是分開的 他們不會太沒有空間的距離 也不會分得很遠 而是手牽手在一起 自己說自己的體貼好像很噁心 我的優點 我看管理很差 但我空間管理很好 我很喜歡收拾東西 我不會說一定要所有東西 這一刻就要整齊 但我會容忍到他一個差不多了 我就會很喜歡把東西整齊 所以我是空間黃 他就是時間黃 因為他時間管理很好 我就是空間管理比較好 互補 我的優點可能就是 他不足的地方 我可以互補到他